音父及子及聖神知名阿玛 全靈慈的天府感谢你让我们聚在一起去继续认识你 我们今天的课题去思考 其实我们会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你呢? 我们在哪里能够感受到你的旨意? 究竟是在人身上还是超越我们本身呢? 都求你让我们在这两个小时之内的时间 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彼此去分享交流 就能够彼此得益 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聚在一起 你就在我们中间带领着我们 以上所求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而求求你苦听我的祈祷 阿玛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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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到这个题目你来听 你会觉得你带着一个什么的 因为其实这个题目有好几个不同的取向 你那个疑问点在哪里呢? 当然我们开始有点温暖 我给大家时间和旁边的朋友谈两句 其实你对这个题目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给大家两分钟和旁边的朋友谈两句 好差不多了你们很大声我偷听到你们的内容 其中一种就是刚才那位同学讲的时候 就是如何想听 其实大家都可能已经有一个预期了 信靠天主信靠人这些不是真问题 当然是信靠天主 但是怎样信靠天主呢? 会有一个疑问 其他呢?我只偷听到他们那种 其他有没有人会说呢? 我们谈谈是用时就有华说的 就是说说大家对这个题目 其实有什么来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是 好啊 那么这个题目呢? 有没有太多想法 所以这个问题如果简单就是 究竟就是尽人事 还是听天命了 就是这个是 我们经常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出这个题目呢? 就是有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做事 你听到别人说 你叫他们做好些的时候 他说不要紧 天主会有安排 你经常都是这样说的 那件事其实不是这样 应该可以做另一个方向 也有道理的 不过看天主安排 那天主安排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有些情况 不过 反过来说 我们也有一个经验是这样的 你会觉得 真的要等天主安排 不是说你努力做就对 有时候我们努力做就像做一边 那是不是原来我们也要听天主安排呢 例如你做一份工作 你觉得很辛苦 或者做那个工作 你很坚持下去做得很辛苦 接着你身边的人就劝你了 你想想天主的旨意是什么 你后面想通了 就不做了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些问题 你可以说这是what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的问题 就是how的问题 如何去做呢 如何才叫做天主的旨意呢 就是这样 我的说法呢 就是我希望会说到what的部分 就是那部分就是我今天主要说的 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呢 我们尝试去带出一个概念 希望帮到大家去想这个问题 至于how呢 可能就要到你听了what是什么之后 就再一起谈一下 因为我具体来说 其实没有一个很实质的方法 告诉你 这样就会做到天主旨意 因为其实怎么做到天主旨意 和你怎么理解天主旨意呢 其实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内容了 这个就是Netflix的一套纪录片来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的 不是很长的 好像不够一小时的 我自己在我Facebook也介绍过的 那我就说这个男子 一个内地的男子 他就叫旭角 叫旭角 为什么我会说他呢 就是因为那个故事本身很离奇的 虽然他不是天主的拗徒 他不是天主的拗徒 但是这个男子呢 他很小时就很喜欢文学 而且呢 是很喜欢罗马尼亚的文学 就是很奇怪的 他不知怎样有机会 机缘巧合看到呢 他就很喜欢罗马尼亚的文学 不知很喜欢罗马尼亚 我都说不回那些名字 就是有个 在罗马尼亚是一个很伟大的文学家 他很喜欢他 那结果呢 结果呢 他升高中应该是 他升高中的时候呢 他父母也接受呢 他就自己上网 去找了罗马尼亚一间大学 申请去那边读书 结果呢 他真的去了罗马尼亚那间大学读书 你看到纪录片呢 他里面也说的 就是罗马尼亚那边呢 因为他的道理呢 都是有一种很大的冲击 那些教授就说呢 他说呢 从来都没有人来说 喜欢我们罗马尼亚文学的 整个世界 是他了 是他 他去到呢 他去到呢 他就 和香港一样 你知道中国文化有两个 就是 desarroll такие 要计算一下 跟香港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有一个 中国人千里条条来到这里 从学你的语文 然后 比不了大.» 的话 而且朗读一次 我们可以想到我们也是这样 如果有个外国人 如果来读中文 读到就和大家一起 我朗读一首 他不是朗读一首《床前明月光》那么简单 他可能是朗读一首类似《长恨歌》 你都觉得很震撼 何况现在是罗马尼亚一个很偏远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大家就很感动 整个大学 整个文学系的人都很感动 很开心 有一种好心的感觉 那个男孩自己也很开心 这个很开心呢 接着就是罗马尼亚 应该是类似国庆 在另一个城市有一个很盛大的节兴 这个男孩就决意去了 去之前 其实教授也跟他说 他说那里都很远 你一个人 你想清楚 但是男孩因为他对罗马尼亚的热爱 他决定了去 结果在中途乘坐火车 他就跌死了 他应该去到某个站 人们回忆回 他在火车那里 应该去到某个站 他搞不清楚那个站 是不是那个站 结果火车再开 他就以为那个站 是到那个站 就尝试跳车 结果一跌死了 就这样就死了 好了 故事就讲完了 大家有兴趣去看 可以看那套紀錄片 在他身上 虽然他没有信仰 但是我们说 如果是所有人身上 都带着天主的旨意 究竟在他身上 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呢 或者我们不用天主的字眼 如果我们说 人生是有 他既有的目标 既有的意义 这个男生的独特地方 就是 他好像生来 真的有个意义 他很小就已经喜欢文学 这么小的人 他真的去申请 你想想 我自己 你十五六岁 你会不会申请 去罗马尼亚读书呢 你想也没有这么想 你想想 他人生的目标 是多么强烈呢 那是不是 这个就是他人生的 意义呢 用我们的意思 就是天主的旨意呢 我们圣经里面 通常天主旨意都是这样 天主自小就简选了我 就召叫我 叫你了 所以你就做了一件事 他好像是这样 究竟 究竟 是哪一件事 是天主旨意呢 是否他这种特性 或者我在这里说 是否我们的性格 即我本身 是怎样 就是旨意呢 就是旨意呢 或者 虽然我有这种特点 但是其实 去到最后 我做了一个什么决定 那个决定 那个决定 才是天主旨意呢 你可以想象 我其实都 很喜欢某些东西的 但只要你喜欢的程度 去不到做那个地步 就不是天主旨意了 所以你不做 就不是那个旨意了 第三个层面 就是牵涉到什么问题 就是 好了 你做了 是不是有好结果 才是天主旨意呢 这个男生就是这样 如果你说他一生 为什么我选择他 这个位置 就是他那个有趣点 就是在这里 他整个生命 都是为这件事 做到最底 结果他只是 坐火车 掉鬼死了 那么这个 是不是他生命的意义呢 是不是天主的旨意呢 我们有时候都会问 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都问这个问题 喂 那个人 那样就死了 天主 究竟他出生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目的呢 天主有什么旨意 在他身上呢 他生出来就生病了 生病了三五七年 就死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想用这个例子 去帮我们留一想 因为当我们说 究竟是信靠天主 还是信靠人 就牵涉到 究竟 所谓我信靠天主 就是我相信天主 对我 是有某些意思 或者有某些指引给我 叫我怎么样的 那我就应该听天主那些东西 是不是 但问题就是 用这个人的生命去看的话 我们就看到他的情况 究竟 他怎么叫做他的 照命呢 和刚才的字眼 究竟是什么是他的照命呢 是他生出来的特点 他的性格 是他做的东西 还是他的结果呢 我们很多时候 狗潜在这几个东西 就是 我是这样的了 有些人 比如他工作 很辛苦 压力很大 我们说 其实你可以放轻一点的 天主也想你健康一点的 天主生成我是这样的 我没有办法不认真的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只要我做的事情 我就很认真的了 这就是天主的旨意了 那你又没有办法不认真的 是吧 我们就面对这些事情了 这就是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我们去想 或者我们从这个 所以 或者反过来 我们从这个进路 似乎那一条 很难想得通 如果要这样去说天主的旨意 所以我们就看看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大家就很熟悉的 就是这个 那就是说 最近我们 最近和我们的生活 都有些应景 下大雨 染了一条村 有个神父在教堂里祈祷 水就染到他的膝头了 有救生员 拿过三板 救生艇那些来 跟神父说 你快点上艇 不是洪水会浸死你的 他就说不想 因为天主是会你救我的 我这么诚心其求 我不用靠你的人 我靠天主就可以了 接着就染到他胸口了 有个警察就开快艇来 叫他上 他就说我不上 我守着圣堂 天主会来救我的 再来 洪水已经染了整个圣堂 神父就站在最顶的十字架 拿着十字架 都不走 人家这次派直升机来 叫他上来 最后机会 你再不听 就浸死你了 但神父依然是意志坚定 天主一定会救我的 于是人家又走了 最后就浸死了 浸死了 浸死了之后 他上到天堂 就骂天主 跟天主说 有没有搞错啊 我这么诚心诚意 守圣堂守到最后 你竟然由得我浸死 这个故事的说法就是 我什么不救你 我也不知道救了你 多积极救你 我已经来了三次救你 我派了三个人来救你 你结果也不愿意 我想你急着来见我 所以我就搞定你了 等你来见我 很多时候这个故事 就说 说我们 就是 信靠天主 信靠人 其实很多时候 那个人 就是天主 那个人就是天主 所以呢 你其实在人身上 是能够看到天主的旨意的 这个是 这个故事 一般情况之下 是教导我们的道理 但其实这个故事 是充满了很多 很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是 它其实包括了 就是原本的故事的意思 就是 天主要我这样做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还没见到 是吧 于是你看到这件事 你就不要 所谓 極端地觉得 天主一定是用一些 很超胜的方法 来 帮你 或者叫你做什么 它是可以用一些 很接地气的方法 来叫你做事 这个就是个故事 原本的意思 它就想糾正我们 那些 经常都只记住 要有天主的旨意 那种说法 但是呢 我特意选择这个故事 它最后说了一句很有趣的 它就说 其实你是不是想死 其实你是不是想死 所以 你怎么做 和你有什么结果 也是两回事 如果这个故事 说到最后 是这样说的话 会不会再深一层 其实它是做得对的呢 因为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说的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 它因为派了天主出来 天主讲述最后那段说话 给你听 其实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 如果 如果没有那段说话 你幻想一个故事 没有那段说话 纯粹是一件罪述 他三次拒绝 最后他就死了 死了之后 他就见到天主了 他就觉得 喂 我做得对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其实我们在信仰层面 你凡是想心一层 所有坏事 去到最后都不坏 因为我们说 所有坏事去到最后 最坏是什么呢 不是天主包底 去到最后 我们最恶劣就是死 教育这个说法 其实我们的经验都是 死亡是最大的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有信仰的人 其实死了就是去天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其实这是一个 你说 有少少 我们称之为有矛盾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生活上 讲天主旨意 其实有一个前切 就是会更加好 为什么你要找天主的旨意 你就相信天主的旨意 是带我们去更加好的地方 但是这个故事 其实说到最后就是 所以这个故事 我觉得是有两层 第一层就是 我派个人来救你 这是天主的旨意 那你于是能够继续活 于是更加 我们其实 假设了 继续活是好事 但是信仰有另一个层面 信仰有另一个层面 就是如果我们终于能够很坚定地相信天主 而回到天主那里 这个就是天国的开端 这个就是进入天堂的开端 所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很有趣的事 这里有跳了 后面会讲的 这里就是你得到什么结果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 本来就分开告诉你 就是 有时候你去分类的 就是 究竟天主是 叫我们做什么 叫我们做什么 第二就是 天主想我得到什么结果 还有第三个类别就是 想我学会某些东西 就是天主的旨意 就是 我透过某些事情 于是我认识到天主的旨意 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他 从一个寓言来说 他就说 透过这些事情 你学会这个道理 就是 原来 透过人 你都会接收到天主的旨意 其实他也是我们人生的经验 可能你在圣堂祈祷 一路祈祷 一路祈祷 都得不到结果 结果 结果可能是某个人 说句话 就点醒了你 然后点醒了你 你就去做某些事情 你做了某些事情 之后 你就终于明白 哦 原来他就是 天主的旨意 是不是 很多时候 我们会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这个故事想讲的 无论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其实我还没有讲 天主旨意是什么 如果你听的话 我只想带你去想想 就是我们平日 怎样想天主的旨意 想天主的旨意 也是刚才 因为解的故事 就讲了一些 複雜一点 你可以说複雜一点的内容 但是我们想 再讲下去 其实再有趣一点 这是另外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连锁蝶变变》 就是《Butterfiles effect》 这个字眼就是蝴蝶效应的意思 蝴蝶效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种理论 就是说 可能在太平洋的蝴蝶拍了一只蝴蝶之后 在中国就会打一场台风 它是指很微小的因素的改变 是会导致一个不知怎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生活上 可能很少的事 很少的事 就会改变你一生了 这就是所谓蝴蝶效应 就是指 人生可能是很微小的改变 就会有一个最后引致一个很巨大的结果 这部电影就是用这个讲法来尝试去做的 它有几个版本的 我看过的版本就是 男主角患了绝症 还了绝症 但是它渐渐发觉 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些因素 变成一个因素 就会整件事重新来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就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你看 因为我很久之前看 只要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它就可以改变某个因素 于是整件事就会变成了 他知道这个技巧之后 他就改变 应该说 他找到某个生活上的点 导致他有这样的结果 他就可以改变那个点 然后令到后面的结果不同 当时他第一次改变那个点 他自己就没事了 结果他女朋友就惨死了 于是他又再回去改变 一个点 令到他女朋友又不惨死 他又没事了 那么他父母就撞车死了 那么他一路改 一路改 改了很多次 改到最后呢 最后那次呢 他终于就发现 改变 都是没有的 都是有人会很惨的 唯一 全部人都很结局的方法呢 就是我不出生 所以他就改变到自己 在母亲的胎子那里 就死了 那就是全部人 就是他有一点 牺牲自己 就拯救世界的意思 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那当然是一个科幻电影 他其实就是说这些情节 但是我觉得拿来说 都是有趣的就是 如果你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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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可以改变过去 就令到事情不同的话呢 那 你其实是承担一个很沉重的天主的旨意 因为 故事将他扩展了 我们就是 我现在决定做A 就是我自己 承受了A 我做B 就承受了B 但是他现在 是超越了自己 原来 原来他发现他能够 不单止改变自己 也都改变了整个世界 那究竟你会怎么做呢 那么 那么 故事的安排 就安排到他要 只是放下自己 也挺有宗教意味的 你可以说 最后就是 牺牲自己就拯救世界了 好像耶稣基督那样 你就不知道B是怎样的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 究竟 所谓的 指议 我们是可以怎么理解呢 我们是 不能够完全掌握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超越性那一点 好 讲到这里 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 或者有问题的 是 基本上是对的 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不要 过度 过度 相信自己的判断 就是 那个范围是大到什么地步 我们可能要小心一点处理 如果不然 我们就代替了天主的角色 你大概的分享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 要入咪 我录音的时候 让人知道你问了什么 讲一下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我们讲天主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要很 当我们讲 信靠天主 还是信靠人 的时候 其实 第一件事 要小心处理 就是 你就是一个人 你不是天主 简单地说 不过我下面会再说 是 我一个想法 所以 你的分享就是 我们要重视过程 有时 不要太重视结果 就是 我们讲天主旨意的危险就是在这里 就是 我们将结果 所以我刚才说 其实有几部分 有时 就是純粹将结果 当做天主旨意 就是 我们要想想过程 好 所以 你提出的点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们也要留意 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和第一位朋友的意思 有相近 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将自己的看法 限制了天主 就是 我们觉得是 那个 故事原本的意思就是 我们限制了天主 我求天主 天主 如果要救我的话 就应该派 至少都派个天使 自己不下来 都派个天使 没理由派个消防员 下来 这个不合理 你没理由是天主派来的 那就是 你用自己的有限 限制了天主 这个就是故事原本的意思 其实 又补充 那个有趣的地方 是补充你的说法 所以 结果也挺重要 所以 所以 那个过程 你明白 那个过程 没有几个面 我们是要体会过程的 这个体会 包括我们 又不要限制 而且 这个事情 发生就是 结果也很重要 我们是从结果来看得出 他领会不了天主旨意 是吧 不过 接下来说的 这些就是 这个故事有点深一点的地方 但也是 难明白一点的 你听一下就算了 但我们又说 你用一个完全错的方法 如果你彻底相信的话 是不是就不是天主的旨意呢 就是 这个故事 我将它 这个故事原意 没有这个意思 但我就 让你去思考一下 他错了 他是理解得不对 对不对 于是结果 他被水浸死了 如果我们停留在这里 他就是听不到天主旨意 但你从他升天堂 这件事 原来终极他也是达到天主旨意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去现实层面 我们作为教友 你信教 你现在来学多些东西 你信得好一点 你有理性一点 合理一点 信得好一点 信得好一点 有位老人家 他就是朝朝去聖母面前三国公的了 他就是这样信的了 很明显他的信仰就是 用他自己的想象去限制了 这样 那是不是就不行呢 是不是 所以这里是有一些 我们说是有一些吊诡的地方 但是这部分 其实你可以不处理的 这部分 我们停留在前面那部分 也可以的 但是我想说 其实说到最后 如果我们要说天主旨意的话 都是回到那个原则 但是那个原则是可以再阔一点 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有限 去想天主的旨意是什么 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其实可能都有天主的旨意 不过这个就不是理性的层面去说的 这个我们经常说 去到这个层面 就有些少少灵修的层面去说的 如果上我的课 很多人都上我的课 我们最典型的这个例子 用圣经来说的话 就是阿巴郎献子 阿巴郎献子是一个不合理的故事 这个故事本身是不合理的 就是天主明明就说 要你的后代好像繁星那样多 那明明这个就是我的儿子了 他会承计我的依缪的 虽然你说他还有另一个儿子 但是那个不承计他的依缪 他有个儿子了 会承计他的依缪的 那天主你现在叫我 劏了他来奉献 那完全是不合理的 完全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应该不做 但是阿巴郎是做的 阿巴郎是做的 虽然天主最后没有 但是天主你原本是要我这样做的 那你是要我做些不合理的事情 去承受你的旨意 但是这个故事 当然我们不是从客观的故事 内容去说 其实就是说我刚才那样东西 就是事实上 信仰在理性以上 是有超越的一面 那一面是不能够很简单 用我们理性去判断 去到极端就像这个故事那样 其实多数处理这个课题 就是讲这个课题 我们在一般层面的讲 就会讲苦难的问题 为什么苦难是我们要承受的 其实就是在这个层面去讲 不过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课题 那我们就 先分享到这里 我继续讲一些 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 那我接着就会讲 其实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呢 那我就会采用一个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可能你在武道班都听过的概念 可能会帮到大家 就是救恩史的概念 就是我们会从一个这样的角度 大家都应该在武道班 或者你自己日常教会生活都听过 我们是有救恩史的概念 其实救恩史是什么概念呢 救恩史的概念就像这个表 就是 其实在我们历史上面 我们是看到 国家的兴起 或者是个人的兴起 我们衰落 復兴 又衰落 甚至是灭亡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如果是说人的因素 就为什么会兴起 因为有个明君 为什么会衰落 因为有个昏君 为什么会復兴 因为有个明君 很多时候 这个就是人的历史 这个人的历史 救恩史的意思 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的历史里面 看到天主的作用 其实它是人的历史 大家都看到那些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虽然那些不是客观的历史 但是我们也可以拿来说 比如第一个例子 阿巴郎 就要迁移去另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 当是一个历史 一个人的经历 他就先去那个地方 他就说 他意识到 是天主指引他 去另一个地方 兴起一个大民族 这个就是所谓 救恩史的概念 救恩史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在做人的行为 在做人的行为 但是我们看到他背后 天主是想我们做某些事情 其实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这样 旧约的历史 旧约的历史就是 以色列人 其实他们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生活 但是他们经历了这个真实的生活之后 他们去反省的时候 他看到原来是天主想我做这些事情 所以 你如果不用圣经的概念 我们说 文长记 其实文长记 就是很简单 就是 这班人聚在一起 被人打 被人欺負 被人欺負的时候 就不信气了 但是散沙就不教人打 于是就兴起文长 就叫你做头 我们一起 就打回人家 打回人家 打完 就没有敌人了 大家又参加世界 又不想听文长话 我自己参加世界 就好些了 那又散沙了 散沙又被人欺負 又找回文长 其实 重复就是这样 其实一个民族的发展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现实层面的 以色列人的历史了 但是他们就不是这样理解 他过了之后 他们就理解到 我们就是不听天主话 天主就派人来罚我们 我们才知道错 他才兴起一个文长给我们 那我们听天主话 就变好了 这个就是很简单地说的过程 就是这样 同样地的梅室也是 他的历史 他的故事就是这样 当然这里再复杂一点 如果要讲的话 如果你听我讲过圣经那一次的话 就讲 其实这个 甚至那个历史也是 因着信仰而形成的 某个程度上 就是 现在有某些历史学家 或者圣经学者 会觉得 其实是没有出谷这件事情 是的 因为 其实历史上 是找不到一个这么大规模 就是这么多人 逃离埃及的事件 没有出谷这件事 要讲清楚的 应该这么说 很危险 就是没有一个好像圣经描述到这么大规模 就是如果你可以想象 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一起走 而埃及的军队是有调动 而最后埃及的军队是死了 照到你的历史是会有记载的 那现在在埃及的历史里面 我们找不到这些记载的 完全没有 所以有学者就提出一个说法 提出一个说法 其实是一直都有人逃走 就是在埃及 埃及是努力人的 一直都有人逃离埃及 千辛万苦 就去到另一个地方 那这些逃离者 最后就是在巴勒斯坦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 那他们就有相同的经历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才形成了他们对于天主的信仰 那由这个形成了天主的信仰 他们就重新建构埃及出埃及这个故事 我讲到很具体的 你已经讲到很具体的 是的 你不用那么怕的 你当是真的都没问题的 我只是说另一种说法 我只是讲一讲给大家听 你当圣经是对的 完全没问题的 就是这样 我想讲什么呢 就是 其实那个 我们先当是真 我当是这件事情发生 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是历史事件 其实是做了的人 他重新去看这件事情 他看出了天主的旨意 他看出了天主的旨意 那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 其实有时候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没有天主的旨意 或者我们没有意识 不是没有天主的旨意 我没有意识到天主的旨意 有时候是事情发生了 我们才能意识到的 所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救恩史 而不是称之为救恩事 为什么教会说这种救恩不是一件事 而是一个救恩史 其实正正在这里 就是 其实有关我们人类的事情 是不是天主的救恩呢 是一个发展性的过程 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后面会再详细说 你从这种角度来说 他不是因为某件事上面 显示到有没有天主的旨意 而是 事事都呈现了天主的旨意 天主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 其实不断地呈现了 问题是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到他了 而我们通常用的方法 就是 好事就是天主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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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人是很有趣的生物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很自然去制造一些因果关系 而在制造因果关系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是会重新组织自己的记忆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 现在已经退休了 很大年纪 李天明 以前他很红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他很喜欢说他自己读博士的时候 他就说 他好像是去加拿大 还是去美国读博士 他就说他读博士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不做 只是去打沙鞋 倒到天分地暗 最后就是他的老师 茂中三 叫他回来中大教书 他才写完他的博士论文 就回来做教授 就是回来教书 你说他是不是说假话 我相信不是的 他应该真的倒得很厉害 但是是不是只是倒呢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还有是不是 倒到天分地暗 之后 最后人家叫他 他才写论文 然后他就毕业 我又觉得肯定不是 但是人就很有趣 我们很喜欢 用我们 我们想现在凝造一个什么的形象 或者结果 我就重新执过我过去的历史 来做一个编排 而成为现在的解释 你如果是两夫妻的话 两夫妻吵架 你明白这个理论 你就知道两夫妻是不需要吵架的了 因为吵架通常有某件事 那件事 然后你发觉 彼此就是聚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明明是你先向我 什么 之前你不出声 其实就是 客观地发生了一件事 但是回头 大家看得到完全不同的东西 大家都没有看回整件事 你想想 日常生活也是这样 何况很虚无缥缥的天主旨意 我们就是 正如刚才那位朋友的说法 就是 我们有时候 为什么我们觉得天主旨意很难掌握呢 就是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想掌握它 如果其实你生命里面 是充满了天主的旨意 或者你生命本身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想找些适合我 适合我使用的那些 我们往往是这样 只是这样而已 这里只是在处理中 那些问题 你不要马上说 那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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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这个问题 现在想告诉你 其实 我们要小心去处理第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不要自己 很简单 用我们自己去定义 什么是天主旨意 我们很多时候都用了我们自己 所以教会用救恩史的角度 就是有宏观点的角度 它不是个别的事 它是一路看历史 一路看 就是看下去 让我们从一个更加宏观 更加长时间的角度 去看到原来天主是有某些旨意的 所以我这里就用司马迁的说话 所以 施马迁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 读历史的意思 就是 通古今之变 他原本是调转的 他是先救天人之制的 我们撤陷那些情况 就是 你看回历史 好像以色列人 看回历史的发展 如果你真的理解到整个过程 他可能会帮你分辨到 哪些是人的事 哪些是天主的事 哪些是天主的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终于找到天主的说话 他原本就是《成一家之言》 就是他讲《写事记》的道理 其实我们教会 我们说读圣经 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你读圣经 其实你就是了解到 从救恩史角度 整个历史 你去明白 以色列人 他们如何去尝试 去领会天主 对人类的救恩计划 不是个别的人 是整个历史 各式各样的人 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去到高峰 当然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不同了 耶稣基督因为他本身是天主 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你也看看 我们说耶稣基督 所谓天主的旨意 承行天主的旨意 他是不是在某些东西上 我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好像读圣经 我们觉得哪里 显示天主的旨意 耶稣 他法力无穷 他又驱魔又治病 这个是天主的 因为他 所以你信天主就治病了 但是实际上不是 我们知道 我们常常说 半开玩笑 基督教那些 有些恩义之声 那些很喜欢说 有个人患了病 绝症 终于信了耶稣 终于康复了 很感恩 于是就很虔诚 但是我们常常问 那些不好的那些呢 是有不好的 不好的那些 天主就没有指示给他 或者天主没有安排给他 我们不会这样理解 所以这个法力 其实不是重点 这是一个重点 同样地 我们就说 耶稣是不是他成功 他召集了很多人 所以 这个就显示天主的旨意 但是 同样地 他是最后失败的 最后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就走剩 约亡一个 和阿妈 所以阿妈好些 阿妈是天主的旨意 所以应该听阿妈说 走光了 那你之前的成功 和你后面的失败 就很相似 那是不是他的死亡 才是天主的旨意呢 那好像很惨 是不是 或者是他复活 才是天主的旨意呢 如果复活 那 好像是 但是 我其实 最想说的 就是 我们不应该这样看的 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这样看的时候 好像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一生 我们去找什么 叫做天主旨意 其实 那个点就是 我们摆了自己 做主体 就是刚才那些朋友 提前说的 我们经常说天主旨意的时候 那个危险 第一个最大的错觉 或者最大的危险 就是 我们把自己摆了做主体 如果天主是一个 完全超越我们 他是主宰了整个人类 历史命运的神 有什么理由 我们可以掌握到他的主意呢 这是不合理的 是吧 所以我们经常记住 第一件事 我们会尝试 理解天主的旨意 但是他的旨意 不是由我去界定的 但是他的旨意 我们永远去尝试 去理解天主的旨意的时候 都要记住 我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 就是说 在这一刻 我觉得那个是天主旨意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保持一个概念 就是 其实他可能不是的 第二 就是 天主是为我传达旨意的 另一个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就用我们的生活 或者我的利害 我的对错 去界定天主的旨意 这就是涉及到什么呢 其实是第一点来的 就是 天主是一个 决定整个人类命运 他看的就是整个人类 如何终于走向他 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他不是从你身上去看的事情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天主的旨意 是可以和你的旨意是矛盾 甚至是 你觉得是不好的 如果我们回到初期教会的情况 我们会说 我们会说 就是 殉道那些人照道你 就会这样说 有什么理由要我死呢 其实有一个很复杂的逻辑 我愿意为天主死 我多虔诚 有什么理由我会死呢 但是 但是他终于是死了 而他因为殉道者的血 就是信仰的种子 如果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 他是 他是不服气的 你可以说是 他服气的原因就是 他服应在天主的旨意之下 如果我们将这件事情的比例 移到我们生活上 我们会说 有什么理由我这么虔诚 我都会生病 也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那道理就是 原来你生病才是天主的旨意 那你当然不服气 你当然不服气 但天主的旨意也没有用 所以是有 你去到这个位置 你就不明白 我们有很多类似的信仰问题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 你能不能够突破到你个人的层面 你越突破到你个人的层面 其实很多问题就会不同了 而信仰本来就是 帮我们突破我们个人的层面 所以我觉得耶稣这句话 是最讲道这个问题的 生缘祈祷这句话 耶稣个人的旨意是什么 我服若是可能 就让这杯离开我吧 这个就是我的想法 耶稣作为人的部分 也觉得天主的旨意 我一直都盛行你的旨意 最后那么大事 要我这么痛苦 是吧 但是耶稣跟着说 但不要照我而照你所愿意的 我们说天主旨意 我们信靠天主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祂是有可能违背我们的意愿 当然 永远这些东西都是两面的 它不一定是违背我们的意愿 甚至也不应该说 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一定要全然绝对地接受 其实就不是 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角度 所以我就说 其实第一点重要 我经常都说 你可以觉得它是天主的旨意 但是 你事常都要提自己 它可能不是 那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很多时候就涉及到我们 去怎么理解我们的整个信仰 你事常记住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天主的旨意是让人类 人类 进入天国 不是你或者我进入天国 去到最后 是应该让所有人都进入天国 这个是大我 那究竟所有人都进入天国 这件事 如何才会发生呢? 其实我们是 不是掌握得到的 不是掌握得到 我不知道 这里有多少人听过我说的 末世伦 我们在这里也说过一次 究竟天国地狱的问题 我们现在教会说的 耶稣的再来 就是说 如果所有人都能够 有彼此接纳 彼此宽恕 天国就来了 这件事很明显是做不到的 不用所有人 你一家人都做不到 但是原来 应该人类一直去发展 我们相信 终于有一天 是会去到这个地步的 而我们现在的努力 可能就是为这件事 去努力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不行 我们有一些价值观不行 我们培养我们下一代 下一代 原来真的是 有一种新的觉醒 一路这样下去 终于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 是为这件事 如果终于人类 去到这个地步 那 它逆向 可能去感应 我不知道怎么办 总之最后 就是 这个就是大我 那个部分 所以如果我现在在这里 其实我要意识到 我是为这件事 所谓天主的旨意 其实是想人类 向这个方向走 它不是为了个别的人 它不是为了个别的事 它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方向 反而反而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是否能够对应到这件事 它就是天主的旨意 当然因为那件事太巨大了 那件事太巨大了 而我们 又太渺小和现实了 那件事是很难 match的 那件事是不容易的 那我就提出几点 其实可以帮我们 看回自己生活上面 究竟是怎么样的 第一 我就称之为 是一个关系性的 关系性 其实我们相信 天主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已经内置了他的旨意给我们 其实每一个人生命里都有天主的旨意 用不同的方法去呈现 人类的前进 其实也有这种含义 整个人类也有 不过 我们怎么可以明白呢 就不是在道理上明白的 而是在关系上去领悟 意思是你要和天主是一份更加亲近的关系 或者你要先建立这份关系 我们经常说明天主的旨意 其实未必是我们很客观地去掌握一些事情 首先我们有没有很深地意识到天主和我们一起呢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你问我 很多 很多殉道者 很多殉道者 他是不是真的明白自己要死呢 或者他那个名字是否真的明白得很重要呢 我每一年 我每一年 我回到那个圣堂 每一年 中华殉道圣人 他都会讲那些故事 其中一个是 其中一个殉道者 是一个很小的弟弟 刚刚领洗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十多岁 他就是 人家就是捉这些信教的人 他就说 信教就可以升到天堂 我是不会为了这些威胁 就会放弃我信仰的了 接着他就死了 那你问我 他是不是真的很明白自己说什么呢 那未必是很明白的 如果说道理 究竟是怎样呢 他未必很明白 但我想他可能真的有一份 跟天主很深的关系 他其实未必掌握到一些很复杂的事情 很小的 你想想 在那个年代 在一个资讯这么封闭的地方 但是他有一份很深的关系的时候 他很相信的时候 他就是能够殉道了 是一个很不合理的对待 他其实是可以不敢做的 要回到我们最初上讲的时候 为什么 可能阿婆是用一个很不合理的方法 去继续他的信仰生活 其实我们不能够说他不是跟着天主主义 就是 不是客观地他做的事情对不对 是 为他来说 这个就是他跟天主的关系 这个是重要的 那个道理的 所以如果你 这些天主的旨意 所以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客观的方法去量化的 或者去评断的 但是你自己其实是能够评断的 就是 你是不是在那件事上 你觉得 他使得你跟天主的关系再深一点 这个才是那个重点 或者这个讲法 甚至去到再推得再尽一点的话 就是 其实你遇到任何事 都可以是天主的质疑 如果你能够将这件事 转化为你跟天主再深一点的关系 就是你遇到什么事 其实都是天主的质疑 所以以色列人才能够坚持到最后 我们就说 以色列人 整个历史 其实是很失败的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犹太人一起 就在集中营了 于是他们一起开会 就讲自己的惨犯了 所以最后呢 就决定了 大家决议 天主是不存在的 大家一致投票 天主是不存在的 然后呢 拉比就说 好了 我们决议完结了 我们一起祈祷 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是 显露出 其实那个关系 是 我们知道祈祷就是 我们跟天主的对话 你可能是你遇到的事 你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到天主的存在 但是 都是 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跟他关系够深的话 这个就抽象一些了 其实这个跟超越性相似 还有一个就是 累积性 其实就是救恩使的 就是 其实在你生命当中 天主对你的召叫 如果他对你 是有一个特殊的召叫 他多数不会出现一次的 就是我们批评 神父不给人救的话 原因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 来了三次了 是吧 不止一次的讯露你 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在生命里面 其实你是经历过一些事情 你会意识到 咦? 为什么有些事情再三出现呢? 有时候你就会想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原来天主里面 是有一些 就是想我做的事情呢? 那这个都可以帮我们 这个就比较实在一些 这个是 他可能帮你去 去觉察 你具体地 其实是要做些什么 他就是 他就是让你得到这件事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 才是 是 重点 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个 再三 这个经验 但是要再三 这个经验 有时候就是 要你保持一种敏虑性 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觉得 是有再三呢? 因为你 没有一种 准备好 其实就是有时候 没有了第一点 如果你跟天主关系 够深的话 你就会容易一些 意识到 那这个就是 我们要做的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 其实跟整个 这个讲座 我最后提到的 就是 你也要接受 天主的旨意 是有一份超越性的 那超越性的意思就是 它其实是 它不是 一定是你想想的 你不要给自己的经验 给自己的过去 给自己的处境限制了你 它是可以是一份 你想象不到的力量 就是 带你去一个全新的境界 那无论你是 什么年龄 什么状况 都有可能 你可以察觉到 原来天主是 愿意你去一个 做某些事情 经历某些事情 得到某些结果 其实它就是 天主对你的旨意 所以呢 最后都是 一些老土的事情 但是 都是这样说 所以 其实你在当下 的话 你是 既然我们说 生命里面 每一件事都可以 隐含了天主的旨意 的话 你其实在当下 你就要去 觉察了 觉察了 那这个就是 和灵修很有关系的 你们知道杨克明夫妇 是带麦观祈祷的 可能都是天主的召叫 如果你去参加的话 他透过灵修的方法 其实会比较 有时 我们会比较能够 看察到自己 其实是做什么 那就是 你在当下 第二 就是有一个 永恒的意识 固然我们活在当下 但是 我们作为 基督徒的话 你时常都记住 无论如何 你最后 都会和天主在一起 我经常说 很有趣 包括我自己在内 不只是说你们 我们很有趣 就是我们 是应该不怕死的 是的 但是我们总是害怕的 就是一个 一个 出色的基督徒 是应该不怕死的 所以 神父通常是出色一点的 我坐过几个神父车 你都觉得 他对于随时撞车 是毫无畏惧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坐了几个神父车 都是 那一手车都是 很辣的 那我就觉得 他们真的是 不怕死的 是的 就是我们有一种 准备永恒的意识 最后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 天主的声音 就是天主的旨意 未必是在很大的事上 看到的 我经常说 德蘭修女说 怀着大爱做小事 其中一个解读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因为 我们在生命当中 其实再少的事 都有天主的旨意 在那里 他问题是 你如果能够灌注 很深的 就是 投入下去的话 其实你都会看到 天主的旨意 好 那 就说到这里 我说的 就基本上 就说完了 好 多谢大家 大家有没有 什么想分享 说一下 你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我工作当中 要做判断 究竟我哪些判断 才是天主的旨意 是不是有这个部分 如何知道自己的限制 不要超越自己 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 那就好了 就判断了 那就不好了 就判断了 就是对于工作本身 譬如我要做事 譬如我教书 因为我教书 我只懂这些例子 就是我觉得这个教法才对 其实 就觉得另一个教法不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即使放了工 我回到家 都是掛念究竟我教书 对不对 我又掛念改保 我又掛念 就不管 就是判断那种模式 就是继续去判断 判断老婆 是 判断煮饭 是 判断教育 是 判断老婆 是 是 是 所以你觉得有问题了 不是 矛盾 就是 矛盾就是 你觉得判断得对 但是破坏了关系 不是 太多判断了 人生 我的人生 习惯了 那怎么在这个圈里面跳出来 做一个好一点的基督徒 你觉得自己判断太多 是的 那就判断少一点 你其实知道 你其实知道这个点 你就是那个经历 你的人生经历就是 你不断判断 不断判断 你就渐渐觉得 哎 不是很对路 如果你觉得对路 就不是问题了 是吧 其实你最初觉得对路 所以你就再判断多一点 终于判断到临界点 你就会发觉不对路 真的 是吧 那你就是要不要这么判断 我知道 我经常觉得天主的旨意很简单 问题是我们做不到 因为你不意识到那个是天主的旨意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我假设 你老板跟你说 喂 你做事不可以这样 每个同时都跟我投诉 你什么都给别人 那你会怎么样 是吧 天主不是你老板 不过他 因为他不是真正存在的老板 回到我刚才说的 就是关系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 所以以前这些很老土的 传统老土的说法 但是 现在我们很少用 但其实有某个意义 如果你觉得天主 你今晚回到家 你坐在梳法的时候 你幻想一下 天主就坐在你旁边了 你去想想自己怎么做事 你可能会不同了 所以其实你的问题 就是你已经是很好的了 你已经察觉到自己 这个是不应该做的 其实最难是什么呢 就是他根本察觉不到 有些人是不断开口 都是很负面的 而他是察觉不到自己是这样 如果你察觉到 其实这个就是天主给你的旨意了 你就可以批评少些 但是当然 如果你再问我的话 你要再做一些事情 就是你要再去想 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批评呢 为什么我的对错会是这么强烈呢 这个就是和你个人的 就是你要再去内在 再去反省 再去想 一定是有些原因的 和你的成长有关 可能和你的经历有关 那你那个位置 其实是很难改变的 我同意 那个位置是很难改变的 如果你真的要改变那个位置的话 你要再下很多功夫才行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有 我觉得你已经过了最难的那一步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就是 你和某些人说他的问题 他第一次就起了港 我哪里有 所以夫妇知道 有时候最难就是这样 其实 另一半是很了解你的问题 但是问题 他一说你就起了港 这就是不容易处理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是有这个作用 但是我们要从信仰的层面 你会看回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 我们说以色列是选民 他们被选的民族 但是其实他是Loser 以色列是 其实他所谓的那些光明 都是很差的那些光明 我们经常都说 达美 达美是最兴盛的时候 但是从世界历史来说 达美兴盛的时候 他都是很小的 丁那么多 他从来没有威过 他从来没有威过 比起周围的帝国 是的 比起周围的帝国 其实他没有威过 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有你刚才说的那些 就是我们说回这个历史 他是有光明的那一面 但是他更加想说 就是无论光明 无论苦难 这个民族 都是一直依靠天主 其实这个才是 就是要比的意义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你说 就是我们当然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光明的一面 我们做得好的一面 我们觉得是天主旨意 其实我们的苦难 都是天主的旨意 而耶稣基督就是 在整个生命 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个典范 就是他整个生命 无论他很成功 或者去到绝对失败的时候 他都会愿意守天主的旨意 如果你有看过《基督最后的诱惑》 那本书或者那部戏 你就知道《基督最后的诱惑》的意思 就是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没错了 其实他可以过好好的生活 他都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 那就是成行主旨的典范 你可以想象你是耶稣 你可以想象 你去到那一刻 你是没理由 承受天主的旨意 你闹到飞气 是吧 有没有搞错 但是耶稣的罪事 整个人生 其实是带给我们的意 我们其实是意阻 所以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你从这个角度说 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他就是树立了典范 就是在他之前的话就很难了 我想问 有些痛苦 痛苦到要自杀那些人呢 那天主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回到那个点那里 其实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就是我们不知道 就是简单说 我不知道 就是在这么残酷的时候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面 有很多很残酷的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明白的 但是从一个整个人类的前进的话 我相信它有意义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人是痛苦的 甚至痛苦到最后他要死的 在他个人生命当中 当然是很不幸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 失去了对天主的信心 就是说得残酷一些的 我经常都说得残酷一些的 那个说法就是 你坐在那里听书 你坐在那里听了这两个小时 你身上已经死了 数以万计的细胞了 但是为了你这个人继续去生活的话 那些细胞都是要死的 我有时候会用这个类比去说 我们当然看到每一个生命的生和死 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生命 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的角度去看 你就不会这么看 而我们对天主的信靠 就是我们相信每个死的生命 去到最后天主都会拯救他 那这个就是信的 这个不是一个 就是没办法 一讲苦难 其实讲到最后 就没办法讲道理了 我一个想法就是 刚才有提到教会初期 有迫害教会 有很多教徒者 有些人离开罗马 向外走 基督律信仰就这样传出去 是 基督律传出了几千年 就是 好像你所说 当下看回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是 很大的悲哀 是 但是如果你在整个历史场合里面 这件事你就看到 教会就是透过这个 是一教会抗整的一个机会 是 那这个是不是天主之意呢 我相信是 但是透过一些 我们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 是 就是 一凡是说这些痛苦 就没有办法 用一个 就是我同意你这个说法 就是从一个发展 整体的角度来说 但是为当事人来说 都是痛苦的 就是这个痛苦是走不掉的 就是 我还有很多理论可以说的 就是 要讲 一些好玩的东西 是可以说到的 但是其实解不了答案 因为 再讲另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现在是Matrix 就是庄周梦碟的说法 就是现在我们其实是一个梦 是不是 所以你很痛苦 痛苦到死 一死了 你就终于在天国那里 梳醒了 你就觉得 哇 哇 刚才那个噩梦 终于完了 哇 之前一直 一直打针打针打针 很痛苦 原来是梦 你回头看就觉得 早点醒了就好了 但是这些不是一个道理 这是一个幻想 我讲这些原因 最简单的就是 其实我们 你讲现在的痛苦 有限 失败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而我的角度 是一个很有限的角度 而天主是一个无限的角度 超越了我们的角度 所以你要解释这些事情 就算我现在这么有限 我都可以幻想到一个这样的解释 何况天主是无限的呢 我就会这样去理解 但是不因此 我们又因此要漠视现在的痛苦 我不是说 苦什么鬼啊 不是这样 但是因为 就算这个是梦 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真实的梦 是 如果他有信仰的话 信仰的话 我经常都回到耶稣基督身上 永远都是回到耶稣基督身上 耶稣基督是一个最失败的人 如果耶稣基督是一个最失败的人 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他是一个最失败的人 到最后 所有本来跟他的人都走了 其实他们全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看回福音你就知道 其实由头到尾 原来自己的学生 全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拥戴自己的人 全都因为你懂得医病 懂得驱魔 很潮 那些学生 就是想着你会推翻罗马帝国 原来你不向一激 最后你是用一个最耻辱的方法 死亡 那是彻底失败的 在人类历史当中 类似耶稣这样的人 是很多 他不是唯一一个 整个历史 我们经常觉得 我们现在很痛苦 很伤感 很多人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当时 这么有理想 我做的事这么有意义 我这么高尚 最后我会落到这样的田地 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耶稣的呼声 在信仰上说 耶稣是因为他去到这样的时候 他都不放弃他对天主的相信 所以天主就让他复活 而这个复活就是让我们明白到 失败就是成功 恥辱就是光荣 死亡就是生命 这个就是信仰 某个程度上说 我时常都说 你没有信仰 有些问题就无解 如果你问我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人 首先他有没有信仰 没有的话 我觉得很简单 这个世界就是成王败寇 你掌握不了权力 你就是输给别人 那你认命 现实真的是这样 现实真的是这样 你现在的现实 是不是 我经常说 如果你从一个好现实角度 说现在这个世界 跟过去很多时代的世界不同了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是 政权是不会被推翻的 现在这个世界 因为 我们是没有足够的力量 去推翻一个政权的 你只是和平递变而已 我们说秦朝 秦朝出亡 是什么呢? 陈胜不讲起义 因为陈胜不讲 拿一支棍 就可以和秦朝的士兵 拿一支枪 他那些是兵器而已 那你如果有10个人打一个人的话 你就能打得赢他 所以你人多 你是会赢的 但是现在你就算有1000个人 你能打不赢一个 握着现代武器的人 所以我们是没有力量 推翻政权的 这个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这种说法 而在现实全球化之下 其实高度运输 和在经济的状况之下 其实是很难令到一个政权 因为物资的短缺而崩溃的 而且如果一个政权 是因为物资而短缺崩溃 最痛苦的首先是所有人 而不是政权本身 所以你从现实层面说这些问题 你就不能说了 我经常都觉得 但是不是因此没有希望的 不是因此没有希望的 我希望就是因为你相信 人类历史是有意义的 就是人类是一个进程当中 你唯有相信这些东西 你才有意义 如果你说不是的 人类就是唯物主义的话 其实是可以完全没有的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是很艰难的时代 我觉得这个时代很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努力 信仰在这个时代应该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个时代是很需要信仰的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传出去 我经常说我们有多难 就是刚才那些姊妹说我们的学校倒闭 第一 我们还有很多学校没有倒闭 第二 第二 初期教会 要被人追杀都能传到教 如果你够强的话 初期教会 如果你有去罗马地下没有屁 你会看到 其中一个位 就是 其中一位罗马主教 相信是教宗 其中一个罗马主教 就是被罗马士兵 在那里割杀当场 因为罗马人是不愿意下去下面的 有一次为了追捕的话 就进去 就在开尼撒 就被人割杀当场 人家是这样的传教 所以 大家不需要担心 我们是 我们会担心自己多些 好 这是很沉重的话题 我们讲到这里为止 有没有人有其他东西想说 是 好 是 当然是有一些方法 譬如你如果信耶稣会 伊纳祖神操的话 其实它是一套很好的方法 帮你辨别的 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 帮你辨别的 但它始终只是一套方法 其实最后你要辨别的话 我觉得 都是回到两方面 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是你自己和天主的关系 第二就是那个累積性 我自己经验 其实不一定是尽 我觉得 如果那个真是天主的 我们先分开 不好意思 这里讲的天主主义 是在讲特殊的主义 不是讲生活性 如果生活性 你时时都可以说是有天主主义 那些就很难说 如果你的生命里面 是你一个 独特的天主主义 我就觉得 那两方面会帮你分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第一 你和天主的关系 第二就是那个累積性 如果那件事真的你要做 你是会遇到它 你是会再三遇到它 或者你会再三有提示 是否好像跟那件事很有缘分 你可以这么说 或者有时候 未必是跟那件事很有缘分 就是你会察觉到它 就是你在慈悲食堂门口走过 你每次都看不到 原来你的旨意就是在那里煮饭 很明显就是你喜欢煮饭 对不对 你想要先煮饭 那你可能就会察觉到这个食堂 那你 不知道为什么 你有几次都看到 或者你 不知道 有些好像是神秘主义 可能你会遇到胡神父 或者你遇到一个教友 就会遇到胡神父 跟你说 有时候我觉得都是 那些 但是那些都是跟你自己是有关系的 就是你遇到很多人 你为什么会是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互动性的 但是我会是这样去叛变 但是我不觉得是一个很 会有一个很准确很清楚的叛变 没有一个放诸性去佳俊 我觉得没有 我自己觉得没有 就是不是一个 啊 好了我进入这个设计就出了 我就觉得没有 那你这么说呢 其实有些主持有类职性 有类职性 但是又会自动走过来 就是令到你察觉到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有类职性的 但是这个都是我自己的经验 其实都不一定的 就是你看不同人的分享 都会不同 就是我经常都讲 凌军卫 凌军卫那个很明显不是类职性的 就是凌军卫那个 他为什么会做传教士 就是因为九一一嘛 就是跟着他被他朋友骂 就是他就由那一刻 他就改变了 他那个很明显是很特殊 所以我觉得这些 是没有得说准的 我觉得是 不是说到这么特殊 但是都经过了整十年 才能去 是 是 但是我说的那种类职性 就是我的经验 就是其实你不察觉的 你可能累积了很久才察觉 那他就是很 就是那一刻他就察觉到 他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 那他就去寻找 所以那个pattern都不同的 那当然 很少好像 正方济那些 那些就即场脱衣就走 那当然现在 现在这个世界就应该少些 那我觉得跟社会 整体都有关系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信仰很强烈的 环境 有可能会不同的 好 还有没有 天主的旨意多有趣呢 我最初来的时候 我们还说应该没有什么人 但是终于 终于都是 人数都OK 聊得非常愉快 很高兴 我们可以一起分享 一起交流一下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pattern 不要只是我说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会 接着会再有的 如果再 但是 因为主人家去了旅行 我们 就没有什么 不知道那些确实的时间 等会应该会放个捐献箱出来的 大家可以自由捐献 就是给塔朗通的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如果未 follow我们 塔朗通的IG 大家可以按个QR code 就follow我们的IG 多谢大家 我们简单祈祷结束 恩父及子及成神之名 对吧 天主你的旨意 一向都是不容易明白的 但是我们身在其中 如果我们愿意去感受 去开放自己 我们会体会到 我们相信今天我们的相聚 都有你的旨意在当中 都有我们每一位朋友 领受到他们所得的一份 在他们生命当中去继续努力 让我们将你的旨意去串扬 正如在宗族大小路里面说 希望能够传到地极 要传到地极的话 其实就由我们身边开始 都求你给力量 我们去传播 我们都将一起交托给你 以上所求 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而求求你赴挺我们的祈祷 对吧 恩父及子及成神之名 对吧 好 多谢大家 好 多谢大家 好 都会 不愿意 好 都会 好 好 好 太好了 我闹了